我們所管庭 也是我們人的西郭婚姻 最大的大家庭 讓大家的共同來 讓婚姻也脫牌外骨 我是農夫 農民最大 我是農夫 農民最大 我是農夫 農民最大 一個國家不能農業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 如果不能農業起來的時候 農民的為戒 農民的受任 其實相對比例來說 他們也要這個國家的中心 所以我們把農民最大 代表一個國家不能農民 農民的時候要在社會的尊重 農民自己也要做得好 人才會對我們持尊敬之心 所以這是一個相對互相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期許 我們自己的農民 我們要做知識的農民 我們要建構一個安全的基地 但是他們也希望國家 也希望主政者 還有希望所有社會的各個階層來講 看到農民都要怎麼樣 都要地位 還要有我們持尊重之心 這位農民最大的總統府 我們是用最便宜的建材 用最便宜的建材 在做一個總統府 代表就說的是 農民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實在是 最要受到人的尊敬 所以農民最要做的總統府 用最便宜的建材 其實最重要是他的創意 他的創意是來自於他要宣誓 農民最大 這個總統府 這個大量 要讓大家這樣 會可以穿出去理解 就不要看無機農民 不要近視農民 所以最重要的範疇是在這裡 好 那土地基跟土地親館 大家再來看一看 好 有 有 有 參觀之後就是發現原本很多可能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優秀農民 他們就用這樣的方式被發掘出來讓很多人可以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認識他們 甚至去直接到那個現場去看他們 就覺得這個總統府最大的一個懷疑就是讓過去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優秀農民被發現 我們所有要吃都要靠農民來生產 如果沒有農藥來生產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我們說農民是最偉大的 他的辛苦、他的打拼、他的努力 讓我們能夠得到我們的萬職 所以我們要尊敬農夫 這禮拜到這裡我們看到這麼多優秀的農藥 生產這些好的農產品、特產品 我們都要很感恩 所以我們每天可以買到好的東西 我們要尊敬、感恩 所以我們要吃安全一定要來找雲林 來到雲林館你可以吃到最健康、最安全的農產品 這是我們看到這麼多 在總統府裡面看到這麼多優秀的農藥 我們深遠來說三星的地方感動